理工理事委屆總統代算青年選票 是有三百萬兆 接著還頂贏要進出的票館 青雄中央的長紅是基盤青年論壇 要請這六、六、八 借總統陳孫林來參加 三名陳孫林也提出他們各種議題的政策 要進出年輕人的支持 理工理事總統代算 三百兆青年選票是大家都要唱的 是多幾多的顧問少年人 大家都關心 郭總統陳孫林是否有法度對 薪水界、處境管理問題提出相關政見 基本薪資可以在政策上多一點調整 我期間基本上就是不太能復活出來 應該是兩岸的政策吧或薪水 工作的產業類型 還有整個就是大環境的架構 是不是有一些大的改變或是改善 那六北總統陳孫林 除了都接受要求 在青春政會論壇和少年人對談 也發表青年政策 合作青年就業和創業方面 民進黨的熱情調是提出 透過AI幫助中秀和民間企業成立 還有提升薪水 各民黨的好友誼是提出 提供慎重基地、貸款 民進黨的過問題是主張 要引進各種企業成立 團統產業也有夠夠有改革 對處境管理問題 若清地鐵制 房屋市差別市率2.0 提供青年安心性價貸款的壓度 擴大社會主帖和足夠不保险 郝永宇表示 會用頓房市社會主帖的營運 也認為做出市場要討論壁話 若果問題是體制的三個大力 大力去社會主帖 收益洗濟和補助房屋 任何一個候選人 其實也都應該要提出 對於未來穩定的一個政策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對於薪資的成長 不可以有基本工資的法治化 未來我們的兵力訓練 到底應該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對於未來的兩岸政策 台灣應該要怎麼樣來 走入地的主權 同時我們可以在 國際社會上會的腳步 正面夹這次 總統參選人正出青年的臨董和志祺 除了法侯以外 竟然應該拿出 會讓具體务事政策的方法 照顧讓年輕人感受得對 記者綜合部都